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情治這條路 情 這個東西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讓你會 我相信大家都有談過戀愛 也經歷過喜歡別人 被喜歡 被追 然後從小就知道說 長大之後我要嫁給誰 會不會成為白馬王子 或者是成為白雪公主 到底怎樣才能快樂 世界價值觀調查 怎麼樣才能快樂 有一種人就是天生就快樂 沒有辦法 他就是天生 他就是樂觀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他就是有辦法把他想成好的 別人說他怎麼樣 他也會覺得沒差 反正我就是樂觀 另外一種 會讓你快樂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你有一個快樂的婚姻 情愛這幾個字 我來說很難去真正用幾個字 把它說出來這裡面所包含的東西 有多麼的大 如果今天要叫你解釋愛 你要怎麼解釋 有很多面向 對不對 有朋友的愛 有夫妻的愛 有情侶的愛 有爸爸媽媽對小孩子的愛 那個愛 就算你要用幾個字來講 如果你今天要用你幾個字來形容 你這輩子過的 你在這裡面體驗的愛 我想 老師規定你只能寫四個字以內 應該有些人會覺得很難表述 我所經歷的愛是什麼 愛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不管是詩人還是歷史學家 或者是哲學家都很愛講這個話題 因為他非常的難懂 所以呢 講得越深奧就越哲學 講得越難懂 人家就覺得他有創意嗎 我們知道愛是一個很難說清楚 很難講明白 聖經裡面講的美國明白 我告訴你 連真言的作者 這麼有智慧的人他都說 他怎麼說 他說 我所測不透的奇妙有三樣 連我所不知道的有四樣 你知道那四樣是哪四樣 記載在真言三十章十九節 他說 第一個 是鷹在空中飛得到 老鷹在天上飛 他們怎麼盤旋 他沒辦法知道 因為他一定有一個動力加速度 然後呢 蛇在盤石上爬得到 他也沒辦法理解 再來呢 船在海中所行得到 船要怎麼走 也是要按照規定的 不能你今天想要開哪裡就開哪裡 那也不一定會到得了你想到的地方 再來就是男女交合的道理 他連男生跟女生的關係感情 他都覺得喔 這是一件很奧義的事情 感情不簡單喔 雅各整本書 你如果看起來 你就會覺得他好像都在描繫愛情 今天你的愛如何 有像雅各書這麼愛嗎 今天你對神的愛如何 拿破崙怎麼說 拿破崙說 如果你失去愛的話 你的生活就像移開軌道 我們知道這個世代裡面 很多科技很進步 但是人有因為這樣比較快樂嗎 你過年真的有跟人家好好的戰 你過年都在滑手機 還是去親戚家還是在滑手機 跟爸爸媽媽出去吃飯還是在滑手機 還是你們真的有放下手機面對面 我們知道科技越發達 讓我們每一個人越愛嗎 不一定 因為科技並不能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越來越愛彼此 愛就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人家說什麼 愛怎麼樣 就像一個鳥籠一樣 在裡面的都好像出來 那我們現在怎麼說 換一個年輕的世代你要怎麼說 就好像高鐵一樣 每次下車就有人怎麼樣 趕快衝出來要去上班 可是外面的人怎麼樣 又好想趕快進去趕快快點到 我們對於愛情 是懷著怎麼樣的心態 我們在看愛的時候 你是怎麼看 為什麼要在這個禮拜 談這個事情 大家都心知肚明對不對 該去吃飯的又應該去吃飯 該去約會的就應該要去約會 然後呢 該送花的要不要送花 要 男生 知不知道 我們女生不一定要這麼大處的 那不一定會讓我們開心 因為你會被怎樣 被說浪費錢 所以你要怎麼送 送一朵 那個女生雖然說幹嘛 可是心裡還是覺得 我老公送花給我 我都跟我老公說送一朵 可是他有時候還是會忘記 我就在那邊等 然後之後我就會自己買一朵送給他 他就會記起來說 原來我要送一朵給我的太太 在愛裡面有很多需要互相望 你如果沒有付出愛 別人也不一定會愛你 所以今天我們不單只是說 你要對你要愛我 你也要愛那一個人 如果我們沒有這麼愛對方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是有缺乏的 所以今天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有一個愛情宣言 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同印記 戴在你背上如同戳記 今天這段經文 我們在一起來念後面 因為怎麼樣 因為愛情 己恨如陰間之殘忍 所發的電光 是火焰的電光 是耶和華的烈焰 之後呢 第七節怎麼寫 他說愛情 種水不能洗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 要換愛情 就全備 是 愛情宣言記得 就是這樣愛 你的愛怎麼愛 你有沒有重視你的婚姻 保羅提醒我們 要重視我們的婚姻 分清楚你的生命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今天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的優先次序是什麼 課業排第一 工作排第一 還是什麼排第一 我們要分清楚 我們的生命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已婚的人到底要怎麼對待配偶 牧師每次結婚都說哪一節經文 牧師每次結婚的時候都會說 女生要順服男生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從女生來開始 第一個 你要重視你的婚姻 你們做妻子的 要順服自己的 誰 在裡面要以 要存的什麼 長久溫柔 下次要生氣的時候記得 長久溫柔 安靜的心圍裝飾 在神面前是極為寶貴的 我為什麼今天把女生寫在前面 因為我們每一次都先講男生 所以男生好像就很吃虧 很多男生都會抗議說 為什麼改變的都是我們 男生好像女生在婚姻裡面都一定要掌權 還是在當情侶的時候 都一定說男生就是要聽女生的 我覺得我在帶年輕人的時候 常常聽到女生都會說 我男朋友就是要聽我的啊 不聽我的怎麼可以嫁給他 那真的是也是要考慮一下 這段婚姻裡面 我們有順服自己的另外禮拜 再來我們來看男生要怎麼做 你們做什麼 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 自己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軟弱 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他 女生就會說 讀到重點了 要敬重他 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我覺得男生要敬重你的太太 這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敬重你自己的太太 你都會覺得 反正那是女生應該做的事 但是如果當你敬重你的太太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所以那是非常不一樣的 今天你看你的婚姻有多重要 想問一下大家 你在今天有什麼準備 今天是情人節嗎 還是想說 就讓他去吃個飯 然後全部就過去了 你有沒有想說 有一段話要對他講 你有沒有想說 要替你爸爸媽媽製造一個 什麼樣的可以讓他們約會的時間 還是爸跟我去看個電影啊 媽帶我去哪裡逛個街啊 我覺得一個家庭裡面如果沒有預備 那其實有時候會根本沒有辦法 真的有那個時間在一起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太多的事情會影響過我們 所以今天你在你的愛情裡面 你在家庭裡面 你付出了多少時間 有人怎麼形容情侶 形容情侶是面對面 那形容夥伴呢 是肩對肩 那形容夫妻怎麼形容 配對背 配對背 我們知道在婚姻裡面真的不簡單 那是需要花功夫的 今天妻子喜歡的是什麼 先生很黏我 那先生喜歡的是什麼 最好能像我的好朋友 有一樣能跟我出去 那這個需不需要大家 退步各自準備一下 那是非常需要 今天你重不重視你的婚姻 我們知道現在的人都很忙 忙到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回家的時候 你就只想要打開電視坐著休息 睡覺就怎麼樣 趕快去睡明天六點就要起來 我們都太忙了 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去維持 一個像談戀愛一樣 那麼浪漫的生活 然後可以彼此有一點點時間的生活 這是需要彼此精明的 今天的經文裡面提醒我們 愛情是一個極為寶貴的東西 一本書啊 他叫做當今心女撞上火星男 他裡面就有提到一件事情說 我們的社會把我們每一個人都壓著 其實沒有力氣再去經理我們的婚姻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如果你都覺得你沒有用你的心 至少百分之八十在你的婚姻上面 那你就要稍微做檢討 今天婚姻裡面要用百分之八十的心去維持 那你的婚姻就會很美滿 台中的以前市長胡志強 他說如果你累壞你的太太 那對你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累壞你的先生 那對你有什麼好處 所以今天你重視你的婚姻嗎 你有這樣去經營嗎 經文說求你將我放在你的心上 如同印記帶在你的背上 如同戳記 有些人看自己銀行存款的那個印章 比看自己的太債還重要 那個印章我知道存款的印章 如果不見你就要再重蓋一個 對不對 重新做一個但是那會非常的麻煩 所以回來去銀行回來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趕快把它放回原位 免得不見我要去崇拜 但是當你對你的太太的時候 你有想說我的太太今天可能會 因為哪些事情需要我的幫助 我就像如同保護那個印章一樣 這樣的保護她 今天你對你的太太有重視嗎 有這麼愛嗎 再來經文說什麼 在背上如同戳記 現在的年輕人很愛在背上有那個紋身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那是他所重視的 他如果愛一個Hello Kitty 他可能就在他的胸前有一個Hello Kitty 他如果覺得他很愛這個人 有些人就會把他的名字刻上去 那今天你付出的 在你家庭所付出的這個愛有這麼多嗎 其實回到這段新聞的背景 當這個女孩子她在說 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同印記的時候 她是在說那個重視 因為古代的人他們只要國王一帶印章 你的生命存活跟很多東西都是受那個章影響 所以那個章有多重要 你不是要綁在脖子 就是要帶在手上 免得被人家搶走 今天這段新聞提醒我們 是不是有這麼的重視 你的愛情跟你的家庭 而我們來看一段影片好了 你幫我播 這一段影片喔 我覺得我很喜歡是因為 這一個爺爺很重視他的太太 可能往上一點 他會跑掉 沒有在剛剛那個一那裡 沒有在剛剛那個一那裡 不是欸 年輕人你去幫我一下好了 四姐幫忙 不是不是這一個 在那個一裡面 網頁裡面 剛剛那個網頁 他只有短短的二十幾秒 可是他顯示出一個很很棒的愛 往下往下再往下 就是這個老爺爺喔 阿往下 再往下一點點 好這個影片 你先幫我放大 好不放 這個老爺爺拿著一束花 等他的誰 老爺爺 你看見面還要怎樣 先親一下喔 你看他們抱得多緊啊 今天回去就要把你的另外一半抱得這麼緊 後面就沒有了 就這麼多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從頭看一次喔 你看這個 老先生 老爺爺 他在還沒有去 見到他的太太以前 他就準備預備好自己 我們再看一次 他站在那邊很久了 他其實四處張望喔 可是這時候他笑了喔 他笑了 他看到誰 他的另外一半 所以他們就見面 好可以切回來了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像這一個人一樣 這麼好 這麼預備自己 就是當你知道你的太太要回來了 你就先準備一束花 這我想那個老老太太 他是沒有辦法去想像 所以其實你看他的表情 也是很開心 所以今天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我們有沒有這麼重視我們的另外一半 經文後面說這個愛情如同什麼 如此堅強的愛情 你的決定可以營造出你會有什麼樣的婚姻生活跟感情生活 每一個人在一段婚姻裡面 在一個感情裡面都是在做決定 你為什麼會決定嫁給你身邊的另外一半 你為什麼會決定娶他 每一個人都在做決定 你為什麼會決定跟他交往 跟他相愛 但是有可能過沒多久 你又決定怎麼樣 我要跟他分開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其實在愛這個生活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都在做決定 今天你的決定怎麼樣 會影響你的愛情的生活 你的決定是好的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做決定 但是當你每一次所做的決定 都是錯誤的時候 可能你決定馬上跟這個人在一起 一個月後你又決定跟他分開 可能你決定下一次又跟這個人在一起 你又決定跟他分開 之後你真的做決定了 你要跟他結婚 可是婚姻中有一個好辣的辣妹走進來 你又決定他當你的小三 這時候人家就會說什麼 就會說你是花心男 或者是你是花心女 因為你每一次所做的判斷 都讓人家覺得 好像他怎麼馬上交往 又馬上分手 他怎麼好像馬上結婚 怎麼婚姻又破裂了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做決定 神給我們每一個人有做決定的機會 你把這個決定看成什麼 重要 如死之堅強還是慶菜 慶菜就是怎樣 就靠感覺嘛 今天感覺好 這麼美就是你了 就在一起 明天感覺不好 昨天吃義大利麵吵架 怎麼樣 今天分手 今天在你的感情生活裡面 你是靠感覺 我感覺你很棒 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感覺你不好 那我今天就生氣 神沒有要我們用這樣的感覺 當你在感覺的時候你要小心 今天我可以感覺我的小孩很煩 每天吃飯吃很煩 我都要等他很久就不養他了 沒有辦法 同樣在你的婚姻生活 在你的愛情生活裡面 你能靠感覺 就決定說就是他了嗎 沒有 神在婚姻裡面 到底要給我們學學什麼 是學一種決定 一種責任 跟一種擔當 今天在愛裡面不是只有決定跟感覺 而是你要在裡面有一個責任 是你要去付出的 今天我們愛跟恨 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決定 但是在那裡面 你有沒有神的愛在你的裡面 在你的心裡頭 歐洲有一個城市 我們知道歐洲每一個人的家 可能都很大 那他們的家庭裡面會有不一樣的窗戶 就像這樣很多床 因為他們家很大 那他們結婚的時候 那個村莊 他們結婚之後 他們會設計一個小門 譬如說你從八樓的門進來 今天夫妻就從這個門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做一件事情 把那個門封掉 那個門完全封掉 一直到夫妻裡面 有一個人離開了 就把那個門打通 那他的屍體就從那邊運出去 這個做這麼大的一個工程 是為了什麼 讓他們知道 當你結婚了 你們兩個人就是一體 不可以隨便就說 我今天決定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你們就分開 那是一件傷害彼此的事情 今天當你進入到婚姻裡面 當你進入到感情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這是一個責任 這是一個當當 是神要我們在裡面去學習的 所以在裡面會反正什麼事 記恨如同兵兼之殘忍 感覺好像好恐怖喔 女生吃醋就會記恨 這裡所說的到底是正面還是反面 這個記恨看起來 讓你覺得好像很恐怖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正面的教導 在初愛奇記裡面 神很多次提到他是一個記邪的神 什麼叫做記邪的神 就是他除了他以外 他不要有別人再去祭拜別人的神 同樣在你的婚姻裡面也一樣 今天的記恨是怎麼樣 除了你以外 你的婚姻還要另外一半嗎 你希望你的婚姻裡面有三個人嗎 是不要 同樣在你的感情裡面也是一樣 不要隨便就去崇拜另外一個人 既恨如同陰兼之殘忍 是表示那個人對他的重視 情人眼中容不下一粒 撒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我們都能點頭 情人眼裡容不下一粒撒 同樣在我們跟神的感情裡面也是一樣 當你的配偶問你說你昨天晚上去哪裡了 怎麼回答 老師回答 告訴他我昨天晚上去哪裡 為什麼他會這樣問 因為他關心你 因為他想知道 他想了解你 如果你的配偶問你昨天晚上去哪裡了 我覺得你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彌補 他昨天可能覺得 你怎麼那麼晚回來 你要花更多的時間陪伴他 在婚姻裡面就是一個彼此學習的機會 有一個人說 天天有內遇就不會有外遇 有一個統計 他說 那個報紙啊 只要是賣得非常好的那一天 一人棒 通常都是那個人外遇 那個人有小三 那個人偷偷約會 那一板那一期 銷售量就會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都會變成教導說 其實好像有外遇 有小三怎麼樣 正常啊 反正我同事大家也都在養 對不對 那我自己養一個 NO 在我們的信仰生活裡面 神告訴我們 在婚裡面就是要彼此忠誠 彼此忠誠 所以天天有內遇 那個內遇是什麼 是跟神相遇 不是 不是跟別人相遇 是跟神相遇 今天那個內遇 是你自己 要去跟神營造一個很好的關係 當你跟神有一個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你就不用怕你心裡會想太多 因為你知道神要你所做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當你有跟神有內遇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心裡不思亂想 有一個護道家 他是非常有名的護道家 他的名字叫做格里漢 那他其實跟神親近之後 他發現在婚禮裡面 破壞婚禮裡面最大的兩種因素 第一個就是金錢 第二個就是小三 就是萬元 所以他在這個裡面 他都非常的小心 他的金錢他都會盡量交給他的服飾桶去處理 那他在他的婚姻裡面 他也說他絕對不會跟一個女生 共處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如果今天要跟一個異性 不管是女生跟男生 或者是男生跟女人 門都一定要打開 所以他在他的婚姻裡面 他知道神所要他做的是什麼 神要給他做的是什麼 那他就在那裡面 跟神有很好的關係 再來金文怎麼說 他說不能熄滅的愛情 你看這個火燃燒的很旺 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感情裡面 在你的婚姻裡面 你有沒有因為別人的一句話 就缺乏你的愛交信 就因為別人跟你說 你女朋友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漂亮 心裡想說算了 明天跟他分手這種不行 或者是能他跟你說 你的男朋友今天怎麼 你吃飯沒幫你夾菜 然後你就覺得天哪 也不行不夠體貼 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愛情裡面 那個火是可以隨便被交信的嗎 如果你隨便被交信 那我告訴你 你個人要反省你自己 因為代表你在愛的裡面 還沒有承受 或者是你還沒有付出那麼多 不能被交習的愛情 為什麼 經文的作者在這裡這麼說 因為在他們的思想裡面 那個水 那個洪水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災難 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創世紀他說 起初怎麼樣 什麼都是沒有的 好像只有一屯混水在那裡 那誰給他生命 神給他生命 今天在你的婚姻裡面 你也有可能會遇見一坨混水 啪交在你的婚姻裡面 可能你的先生投資失敗了 可能你的太太遇到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生病了 請問這個大水能夠澆洗你的婚姻嗎 如果澆得洗的話 那你真的要檢討囉 所以經文提醒我們 不管你遇到什麼事情 不要被任何的東西影響到 你的婚姻生活 你的感情生活 有一對夫妻喔 他們到很老的時候 他們說了一件事情 他們說 當我們這麼老的時候 還能坐在這裡吹泡泡 你們不要以為 我們就跟故事裡面的結局一樣 白雪公主嫁給白馬龍子之後 就幸福不快 沒有 在他們的婚姻裡面 遇到了很多挑戰 很多辛苦 很多他們走不過去的事情 但是他們都一起 手牽手這樣走過 今天經文提醒我們的 也不是今天你結婚之後 就能過著完美的生活 而是你的婚姻生活裡面 有洪水有大水 那怎麼辦 記得不要被這個洪水跟大水 給交洗了 在你的婚姻裡面 你要一起坐一艘船 這一艘船裡面有什麼 有友誼的船 有定情的船 有困難的船 你們都要彼此坐在那小船裡面 然後經過大風大浪的時候 兩個人還是要彼此珍惜 有一對夫妻他們遇到一個船難 那被救起來的時候 他先生被受訪問 他說先生先生 你在這個船難裡面 你感覺到什麼 他說我又經又洗 那個人就想說 怎麼在這個船難 這麼困難的裡面 你會又開心又害怕 他就說我經的是 那個掉到水裡面 不知道有誰能來救我們 所以我們很害怕 我們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我洗的是什麼 我洗的是我老婆好久 沒有這樣抱著我了 今天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有經過那個大風大浪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婚姻裡面 分裂一個很大的原因 在那裡面 你有抱著你的另外一半 跟他說不管怎麼樣 我都願意跟你一起度過 當你在結婚的時候 你都會這樣念 所以當你想到 為什麼我們的離婚率這麼高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我們的婚姻是不被 隨便被中水澆洗 為什麼我們的離婚率會這麼高 是因為我們往往有錯誤的期待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韓劇 看你請舉手 可以說舉手讓我知道 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稍微在看 或者是看一些連續劇 有沒有什麼愛情八點檔 你就會發現 那裡面的男生都是又高又帥 然後女生一出車禍 就趕快怎麼樣 全部爆住 然後女生就沒事 然後那兩個人定情相忘一下 喔 心都融化了 對不對 那如果當有一天你出車禍的時候 然後你的另外一半還倒在那裡 你比他先起來 你心裡就想說 齁 你怎麼都不能保護我 有沒有 今天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當我們覺得為什麼 不是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 我們就很容易受傷害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這世界 教導我們的價值觀 好像就是結婚一定要搞得很浪漫 排場越大越好 然後呢出去呢一定要怎麼樣 怎麼可以吃饅頭配豆漿呢不行 一定要吃西餐牛排 當我們被教導 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把我們的期待 放在另外一半的身上 但是最重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 知道神要你怎麼做 我覺得在一個婚姻裡面真的不簡單 因為我們會受很多的影響 就像一個珠寶盒一樣 今天你的婚姻就像一個珠寶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他保護的話 烏克拉的鑽戒掉在地上 好像就不像烏克拉的鑽戒 但是如果你把他保護得很好 放在一個珠寶盒裡面 就算有壓力壓他的時候 他也不會受損 那他的價值就非常的高 今天你有這樣保護你的愛情嗎 不要受外界的影響 也不要受影響 因為愛情是最寶貴 經文的最後說 如果有人要拿其他的東西 來換你的愛情 那那些人都是被描述 你的愛可以隨便被人家換走嗎 不行 你的愛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東西 所以今天特別是今天 是情人節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表現出我們的愛 如果有人拿家中的財寶 要換 要換嗎 不要 因為你要知道你是愛他的 最後我用這一段圖 是一個神用成圖照的亞當 他睡覺之後怎麼樣 從他的肋骨拿一個骨頭起來做 女人 為什麼 因為不用腳的原因 是怕女生被男生踩在地上 用頭的原因是 彼此不可以爬到對方的頭上 那用哪裡最好 肋骨可以彼此環抱 是可以被保護的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還來得及說 愛你 我覺得一個感情 一個婚姻都不容易 那是大家都需要各推一步 那盼望我們在這個季節裡面 一個愛的季節裡面 我們都還來得及跟對方說 我愛你的時候 我們就要跟對方表達出我們的愛 我們今天要唱的 這口詩歌 我們剛剛都有唱 叫做 有人在為你禱告 走感情的路其實真的不簡單 就跟經文所說的 你可能會遇上火 你可能會遇到死 你可能會遇到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在這裡面你們怎麼走過來 我覺得 就真的只有回到神的面前 當你內遇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不用去擔心任何事情 我們一起來唱這一首歌 祝你倒高 遲到力量開心 流眼淚如下雨滴 从日不及 初安心 而且了解 你能忍受多少 怕想告诉 别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地觉得 寂寞孤单 你的心将要破碎 摇弃的有人在为你祷告 是否已经属在 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 是你破碎 一人适应 为失望 此时此刻 有人为你祷告 一定平安 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地觉得 寂寞孤单 你的心将要破碎 摇弃的有人在为你祷告 所以说那时候在选这些歌 在选国音诗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应该选哪一首国音诗 因为我觉得配合爱情的不一定多 那其实我就选这首歌的时候 我只有想到我自己 我就想到在我之前在梦魂的时候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 我跟我先生都是分开的 他在信主 我在这边 那我觉得当我自己在带小孩的时候 跟我必须要面对我的婆婆家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 那所以其实你说在婚姻里面没有争吵 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都是不可能 每一个人的婚姻在怎么美满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是你必须要去处理 那有些问题甚至你处理好多年 你都会觉得好像没有解决 我觉得这时候你只能依靠神 祂要告诉你要怎么做 那在这一段期间 其实在幕会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为我们祷告 特别是在我先生受洗的这个部分 有很多人为祂祷告 所以我觉得在所有的道路上 你都能看见 神会为你开每一条路是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其实他一直不能回来台中 我们也一直祷告 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能为我们祷告 所以当你在很软弱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你觉得你的婚姻是有状况的时候 那你只能做什么 我觉得你只能请别人替你祷告 祷告给神 因为神会为你才一切的道理 我们在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在一起唱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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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觉得心不忽当 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亲爱的天后上帝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在圣经里面不只教导我们要去传福音 不只教导我们要爱别人 不只教导我们要普世 主你还教导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家庭 重视我们的婚姻 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好多事情 压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全力 单单的为我们婚姻来部署的时候 神灵的话语就提醒我们 爱有多重要 主要我们在这个爱的季节里面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有多么的爱他 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的婚姻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灵就才和你的天使为我们通告 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 主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时候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让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在家里面有神灵的爱 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同在 谢谢主耶稣 祝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佛耶稣祈祷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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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